约翰一书第二章 我小子们啊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 是要叫你们不犯罪 若有人犯罪 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宝 就是那异者耶稣基督 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 不是单为我们的罪 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 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 就晓得是认识他 人若说我认识他 却不遵守他的诫命 便是说谎话的 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 凡遵守主道的 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 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 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 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 亲爱的弟兄啊 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 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 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 再者 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 在主是真的 在你们也是真的 因为黑暗渐渐过去 真光已经照耀 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 却恨他的弟兄 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 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 在他并没有半叠的缘由 唯独恨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 且在黑暗里行 也不知道往哪里去 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 小子们啊 我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的罪 借着主名得了赦免 父老啊 我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 少年人啊 我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 小子们啊 我曾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认识父 父老啊 我曾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 少年人啊 我曾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刚强 神的道长存在你们心里 你们也胜了那恶者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人若爱世界 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因为凡世界上的事 就像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并今生的骄傲 都不是从父来的 乃是从世界来的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 都要过去 唯独遵行神旨意的 是永远长存 小子们啊 如今是末时了 你们曾听见说 那敌基督的要来 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 从此我们就知道 如今是末时了 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 却不是属我们的 若是属我们的 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 他们出去 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 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高 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 我写信给你们 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 正是因你们知道 并且知道 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 谁是说谎话的呢 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 不认父与子的 这就是敌基督的 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 认子的连父也有了 论到你们 勿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 常存在心里 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 存在心里 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 也必住在父里面 主所应许我们的 就是永生 我将这些话 写给你们 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 你们从主所受的恩高 常存在你们心里 并不用人教训你们 自由主的恩高 在凡事上教训你们 这恩高是真的不是假的 你们要按着恩高的教训 住在主里面 小子们啊 你们要住在主里面 这样 他若显现 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 当他来的时候 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 你们若知道 他是公义的 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 都是他所生的